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詹姆斯先生和伊芙琳女士合度的对梦的阐释 下面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人格面具 英语单词人格面具来源于希腊语 一直古希腊戏剧中头戴面具的演员 在心理学中 人格面具是指我们的外在性格 也就是想让其他人看见的自我 人格面具也可以称之为公共自我 能够促进社会交流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它与虚假自我联系起来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他的人格理论中提及人格面具 而使这一概念鸣声大叫 荣格将其予以下几种自我性格并列 一、自我性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意向 我们的本来面目 二、阴影性格 是另一个自我 表示一种被否定的非自我 三、anima或叫animos性格 一种潜意识反自我 指的是人的性格中表现出来的 与自身相反性别的性格特征 人格面具在梦中会以多种形式出现 梦见穿衣服脱衣服或梦中自己的角色都跟人格面具有关 在荣格派系列疗法中 新的性格能够通过人格面具整合进入患者的自我结构中去 换句话说 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患者能够将自己以前不被人接受的人格特征 比如阴阳性格 anima性格 或者是叫animos性格 在某种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 然后将它们当成一种新的自我概念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